大家好,欢迎来到甜小蜜的美食频道 今天和大家分享我最喜欢的爱心形状蛋糕做法 运用同样的装饰,做成一人十的盒子蛋糕也会很好看 那这款蛋糕呢,看起来装饰是有一点复杂的 但是实际操作并不难,是新手都可以轻松驾驭的一款蛋糕 那爱心蛋糕的细节和心意都体现在顶层装饰的小甜点上了 那么今天的视频,会分享怎么制作这些好看又好吃的小甜点装饰 还会分享奶酪鲜奶油的做法和爱心蛋糕怎么组装等信息 那么我们开始吧 首先,来制作最基础的材料,瑞士蛋白霜 那在这个蛋糕中呢,蛋白糖、马卡龙和瑞士奶油霜表花玫瑰的主材料都是瑞士蛋白霜 所以,只需要打发一次蛋白,就可以完成这些好看又好吃的小甜品了 那我6个蛋白,一共是170克 再加入1 2小勺的塔塔粉,来帮助蛋白稳定 需要加入等量的糖,170克 那打发热是奶油霜的时候呢,蛋白是会有一些消耗的 所以需要比引气化的量多做一点 把蛋白放在热水上,隔水加热 那加热的时候呢,要不停地搅动蛋白,以防蛋白受热不均结块 那蛋白呢,需要加热到68度 就可以转移到盆中继续打发了 用中速打发 那需要把它打发到硬性发泡的状态 像这样,提起有一个小尖角 瑞士蛋白霜就准备好了 下面,来制作瑞士蛋白糖 很简单,就是把刚才做好的瑞士蛋白霜烤熟 那我今天是想要一个调纹色的蛋白糖 来看一下怎么调色 在小盘子里,加入一点福特加 再加入你想要的颜色 那我今天是用了红色和粉色两个颜色 用毛笔,把它们刷在裱花袋的内部 先刷一个颜色,刷成条纹状 像这样,再用另外一个颜色 把空白的地方补齐 再在裱花袋里,装入刚才做好的瑞士蛋白霜 就可以挤出有条纹颜色的蛋白糖了 我今天使用的裱花嘴呢,是Vilton 6B 它是相对比较大的裱花嘴 那越大的蛋白糖呢,你需要烤的时间就越长 要使用低温慢烤 那烤箱的温度保持在200华氏度 需要把蛋白糖的内部完全烤干 这样它才不会粘牙 那我一共是烤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那因为蛋白糖非常容易受潮 所以在密封的罐子里最好是再加一个干燥剂 在室温的条件下,保质期大约是一周 那今天的马卡龙呢,我也是使用人士蛋白霜来制作的 那图片里是今天做马卡龙的食材的比例 如果你想在马卡龙上加一些像这样子的糖珠来做装饰 要在它刚挤好的时候加 可以一起放进烤箱烘烤,这种糖珠并不会融化 做好以后,就是现在这个样子 那对马卡龙详细做法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参考我之前的视频哦 剩余的100克瑞士蛋白霜 我们来制作瑞士奶油霜 过程很简单 把100克切成小块的室温黄油 一块一块慢慢的放在奶油霜里搅拌 用中速搅拌均匀 看一下 经过几分钟的搅拌 奶油霜会先变成这样有点细的状态 再变成现在这样顺滑的质感 这次奶油霜就做好了 那它可以用来做玫瑰裱花 也可以用来做马卡龙的内馅 下面分享奶油霜裱花玫瑰的小技巧 现在的红色是在奶油霜里加入了一茶勺的巧克力粉 和两滴可适用红色色素挑出来的 今天做的玫瑰是最基础的款式 那我用的表花嘴呢是Vilton 104 在表花钉上放一小片红培纸防粘 再挤出一个花托 那拿表花嘴的时候呢需要细的一面向上 粗的一面向下 那玫瑰的第一层呢挤一个小圈 注意一下它的角度是向内的 那第二层通常是挤三瓣玫瑰 那挤玫瑰花瓣的时候是 这样一个半圆的弧线来挤 看一下花嘴的角度还是向内的 在玫瑰的第三层通常是挤五瓣花瓣 这个时候呢表花嘴是直立的 90度角 那最后一层玫瑰需要是绽放的 所以呢表花嘴的角度应该是向外翻 像现在这样子 大概挤六到七个花瓣都可以 这样子挤出的玫瑰花 就非常的有立体感很好看了 把它放在冰箱里冷藏冻印之后 再转移到蛋糕上 今天的新型蛋糕 是用了一个方形的九寸七分蛋糕来切割 那这个蛋糕的大小呢 正好可以用A4纸打印出桃心模板来做切割 那最好是使用这样有锯齿状的面包刀来做切割 会切得更整齐一些 那切内侧小桃心的时候呢 刀一定要是垂直的 这样切出来的蛋糕才不会歪 只是要烤一个九寸的方形蛋糕 今天一大一小 两个蛋糕皮就准备好了 把蛋糕从中间平均地分开 分成上下两部分 放入加新的奶油 那么我今天使用的是奶酪鲜奶油 来看一下做法 取250克的奶油芝士 放在搅拌机里打到顺滑的状态 加入50克白砂糖 再加入250克的鲜奶油 接着打发 打发到看不到大块的奶油芝士 就要换这样子的打蛋器来打发奶油了 那因为加了奶油芝士 这个奶油呢很容易就会打得比较硬 你一定要注意观察它的状态 那我是使用了中速两分钟 打发的程度就正好 下面来组装这两个新型蛋糕 先在蛋糕上刷一层分泌水 蛋糕加新的部分 全部是使用奶酪鲜奶油来制作 像这样 在蛋糕上面挤满整齐的小圆球 第二层也是一样的操作 刷分泌水 再挤满奶酪鲜奶油小球 现在把之前做好的瑞士奶油霜玫瑰 放在我们的爱心蛋糕上做装饰 那如果你想要它有一点弧度 可以在玫瑰下面 挤一点奶油鲜奶酪来做底托 这样斜着摆放的玫瑰 各个角度看都会很好看 再撒上你喜欢的水果 那我今天的水果呢 要使用小红莓蓝莓和无花果 那强烈推荐你 试一下用这个奶酪鲜奶油 来做马卡龙的内馅 那因为奶酪的原因 它的口感会有一点点酸 一点点咸 甜度不是很高 搭配在一起超级好吃 摆上几颗蛋白糖 再用水果填满剩下的空隙 最后在蛋糕上撒一点糖粉 再撒一些珍珠形状的糖粒 来做最后的装饰 一个非常好看的印子分 爱心蛋糕就完成了 那小的猩猩蛋糕 也是一样的装饰方法 那因为它是实心的 所以它的中间 可以加上一些你喜欢的水果 小的爱心蛋糕表层并不白满 所以奶酪鲜奶油小球 需要用温热的铁烧抹平一下 再加上你喜欢的装饰 两块爱心蛋糕就做好了 你更喜欢哪一款呢 那同样的方式 做成一人时的盒子蛋糕 也非常好看 抽个时间 给你心爱的它 亲手做一个爱心蛋糕吧 今天的新蛋糕做法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我是蜜丝甜小蜜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赞订阅 或者留言 给我一些支持鼓励哦